我覺得外交部絕對有問題啦 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從一開始許小新爆料 外交部回應說是造謠抹黑 到現在他要去告許小新說是泄密 這兩個就存在基本的矛盾 既然是泄密就是機密 機密就是真的事情 那既然是真的事情 為什麼兩天前你要說人家造謠 可見外交部前言不對後語 就是在掩飾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 才會這麼的前言不對後語 那既然你有問題 你又把這個過程把它變成密件 可見你就是透過把它變成密件的過程當中 去掩飾你的非法行為 這就好比說 你把蔡英文的論文變成密件 你把疫苗採購合約變成密件一樣 裡面就是有不可告人的地方 你才要把它變成密件 所以許小新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對於政府使用預算提出合法監督 更何況這是一個顯見有問題的案子 而且錢非常高是3億元 所以我不覺得許小新這樣做有什麼問題 那外交部 這個也是越來越威權 第一個當許小新提出質疑的時候 一開始是先用人格抹殺 罵他二職明代說他造謠抹黑 接下來用法律的手段要告他 讓他上法院 企圖造成寒蟬效應 所以我們現在行政機關是如此威權嗎 只要民意機關提出質疑 全部都告你 告到法院 大家法院上講嗎 那我就問他為什麼國會議員 會被賦予言論免責權 為什麼國會議員會被賦予監督的權利 不就是要把這些行政機關做不好的地方 把它揪出來嗎 但是當揪出來的時候又要被告 又要被弄到法院上面變得很麻煩 那這是一個正常民主國家應該有的處理方式嗎 所以外交部啊自己錯了就承認 把自己講清楚啊 做那麼多小動作 反而會讓大家覺得你心虛啊 會讓大家覺得你走向威權 非常可恥而已 許小晴今天要被外交部告這件事情 那難道我們所謂的這個金流都不能吵嗎 那以後立委跟誰還敢插這個政府的金流 那尤其這個我們給的錢 其中有這個所謂的將近台幣1億 想買台灣的衣材 那買台灣的衣材我們不需要公開照片嗎 其實今天外交部要去按鈴申告 控告許小新委員 我覺得這真的就顯示外交部這個 囂張跋扈的一面 那事實上這筆雖然是一個秘密的預算 但是呢終究是來自於我們納稅的人的錢 何況這筆預算一共是1000萬美金 那麼這裡面呢也牽涉到你的金流流向何處 還有你要回來去採購台灣的醫療設備的時候 這個也應該公開透明應該要接受檢驗 那麼如果外交部對於立委去質疑或者要追查這些金流 還有他相關的策略 那麼立刻就用這個提告的方式 那我想請問一下外交部你在怕什麼 外交部你想要隱藏什麼 你不是說都是可以公開透明的嗎 如果公開透明你為什麼要藏著噎著呢 那我覺得外交部這種態度極為傲慢 那事實上大家應該也還記得 外交部也不是第一次告立法委員 他以前還告過曾明宗委員 還有一堆在野黨的立委 所以外交部根本是實遂之位 但是不要忘記喔 其實吳釗憲也即將卸任 所以吳釗憲根本不在乎 外交部他在立法院在府會之間應該要維持一定的和諧 而且我覺得最糟糕的事情 其實吳釗憲的態度事實上就是 外交部處處充滿了黑箱而不願意打開 吳釗憲提告許老師是不是來內部也滿不滿的 我們當然很不滿啦真的是莫名其妙 就說對於立委在執行他的職權的時候 那麼其實我們這些行政部門 他們應該是盡量的來做說明 我剛才講了 如果外交部說你自己是公開透明是站得住的話 你在怕什麼 你幹嘛一定要去提告一個立法委員 那我剛才也說其實外交部過去就是這樣蠻恨霸道無理啊 那麼過去也曾經提告過曾明中還有一些國民黨的立委 那麼如果外交部的做法其實是只是希望用提告的方式 然後呢讓大家噤聲的話 那麼我要奉勸外交部也警告外交部這樣的做法 你沒有辦法達成你們的目的 我覺得外交部就是不願意明白的清楚的去交代金流 才用這樣的方式來轉移焦點 大家想看就是說今天外交部用這樣的一個大動作方式提告也好 或者吳釗燮還去上廣播來那個痛罵徐巧欣 或者在他們的官方臉書 然後用這種側翼的方式去痛罵一個立法委員 用這樣的方式就是完全轉移焦點 那大家就不會再去注意到 那整個我們援助烏克蘭 到底我們的管道是什麼 途徑是什麼 金流是什麼 那麼全部都集中在他們怎麼對付徐巧欣 所以我覺得今天外交部根本就是深東及西 想要逃避問題而已 對於徐巧欣委員的案件 我們再次強調 徐巧欣委員從這幾天講得非常清楚 他所拿出來的案件 全部都有依照相關的保密協議 把相關的關鍵資訊給遮起來 現在反而是外交部的說法一變再變 一下子一開始講說全程公開透明 百分之百公開透明 一下子又說徐巧欣洩密 如果說徐巧欣真的洩密的話 就代表他們過去根本沒有百分百的公開透明 確實有密件存在 如果徐巧欣洩密的話 就代表密件屬實 所以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外交部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外交部的說法 還有最重要的是外交部現在動用所有的力量 連包括今天有平面媒體直接用頭版頭來去攻擊徐巧欣 有需要用這樣鋪天蓋地的做法 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就是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嘛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還是再一次強調 行政部門什麼時候看到那麼的囂張傲慢的氣焰跟態度 針對一個立法委員鋪天蓋地的追殺 是不是徐巧欣戳到了什麼馬蜂窩 是不是徐巧欣戳到了什麼漏洞 要讓行政部門鋪天蓋地的持續抹黑 所以在這一點 我們黨團還是捍衛每一個黨團委員的權益 並且要求行政部門公開說明清楚 國人的納稅前 任何一個立法委員都有資格強力的監督捍衛 因為每一分每一筆都是國民的納稅錢 好啊我是會叫我 那跟考驗法律師的主持人同意 那我想說在我和您申告之前做個簡短的聲明 那我現在就開始進行這段聲明 對沒問題喔OK 來 台灣與捷克合作援助胡克蘭 經得起考驗 我們相關的預算呢 都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那相關的文件也依照法定的程序 送立法院查照 本案外交部還送立法院查照 以及立法院的關係文書都列為密等 那很可惜 許巧新委員身為立法委員 卻知法犯法 玩法弄法 將公務機密公諸於媒體面前 視公務機密保護於無誤 外交部認為 許巧新委員 違反刑法第132條 第一項公務員洩漏國防機密罪 因此今天來到台北地檢署 告發許委員 謝謝各位 再斷了這個鏡頭 我先把他這個套法 那我先開個這個 就是我們整片的套法狀 我先別打開 我先 Police 在你進氣 我先進去 我先進去 你進去 有什麼 你 więc ardan